字閉症 字閉症 其實很多東西他們都是知道的 他們是不知道的 他們只不過是沒有一個能力可以跟人溝通 我真心看法我覺得 認為這些小朋友是很聰明的 他們的心靈很純潔 見到有輕度的小朋友 其實我不知道他們應該怎樣幫助 但我一樣是當正常跟他們聊天 字閉症不是單單不說話 不是字閉兩個字那麼簡單 很難去理解他的內心世界 所以做父母要給孩子很多愛心 他才慢慢溝通 照顧一個等於別人照顧三十個小孩 這個環境我發覺完全不簡單 其實一開始我已經寫了 這個有問題的仔戲劇本 再慢慢做資料搜集 就認識了很多真實個案 聽回他們的故事 其實是深深被觸動的 所以就把這個自閉症的題目放大 家訪過程裡面 會跟他去逛街買菜 和他聊很多 他們這些人很喜歡 他們很特色的 幾位家長也都很坦白 去講很多他們的經歷 給了很多養分 這個電影 即是要告訴他下次如果再是這樣 你就要站住 排戲的時候就有了 這次的自閉症方面的顧問 譬如你跟媽媽說話 你這樣增大眼 很用力的用眼的力去講 去調整一些日常生活裡面的細節 例如一個父母親 怎樣帶著一個兒子過馬路 大家在商量 很多人覺得 媽媽的角色應該怎樣 文化是否 大家都拿了很多意見 余先生一直跟著牆 都會一直給我們意見 告訴我們 如果是一個真實的自閉症患者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會有什麼反應 鏡頭處理 絕大部分都是用手機 最主要是追求真實性 去到現場 我跟演員說 其實你不需要理我的機位 在現場我只是 根據我的角色情緒 去調動一些走位 然後你們就去演 放盡去演去發揮 鏡頭就是去捕捉 英文有個字 是Actor's Director 即是畫一種導演 他們是很演員為主 我一直拍的時候 絕大部分都是拍一些 叫Master 就是整場劇本由頭演到尾 小小好像 Documentary式的方法拍攝 很多時候我們 談好 一埋位 一拍就OK 很真實 好像肌肉片 我去演的時候 我是用 真真正的 一個黃先生的心態去演 我告訴你 我知道我剛仔已經很累了 我希望 演員的演繹 情緒是連貫的 這個方法 對演員的演繹方便 是好很多的 我對著你更累 我更累 我問你 我問你 這部電影拍完之後 不是說可以完全幫他們 解決了生活上的困境 希望裡面的信息 可以不自覺地 在觀眾的心裡 做一些種子 自自然地吸收了 回到你們日常的生活裡面 看到一些弱勢社群 會多一些向善的行為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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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想 accessing